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心喜欢你的女神会迫不及待的跟你分享她的一切 希望你对她有更深入的了解 为了能跟你拉近距离 她会有意把自己的东西和你分享 以便于让你察觉她的心思 其实女人期待被男人来追求的时候 她会有很多小心思 虽然看似不起眼 但却是她动情的真实体现 她想跟你走入爱情 就会有意给你机会 而且会对你充满信任 只要你稍微主动一点 她就会接受你 因此男人和女人相处的时候 一定要善于观察她的局质 一旦察觉到了她爱你的暗示 就要大胆追求 毕竟爱情从来都不是等来的 而是要主动出击 这样才能快速跟女神进一步发展 一般来说 女人有意让你来撩的暗示 主动和你分享三样东西 男人别后知后觉 一 她的时间会主动和你分享 女人心里有了喜欢的人 她就会时刻期待跟你在一起 希望跟你深入发展感情 这时她会主动和你分享她的时间 愿意跟你在一起 给你关心和陪伴 男人要知道 女人一般不会随便浪费时间 如果对你没有好感 她宁可独自在家 也不会在你身上多花一分钟 只有女人真的很喜欢你 希望你来追求她 她才会主动把时间花在你身上 给你更多的机会 这样的女人 只要跟你在一起 心里就非常开心 哪怕只是小坐一会儿 或者一起出去散步 她的内心都会无比甜蜜 只要有时间 她就忍不住想找你 收到你的信息 她肯定会特别兴奋 一旦你提出约她 她必定会欣然接受 事实上 女人真的对你动了真情 她就会把自己的时间 全都用在你身上 希望能和你相互陪伴 在女人看来 只要跟你在一起 即便是闲暇的岁月 也会瞬间充满深情 变得浪漫 这样的女神 只要有时间 就会跟你辣家常 愿意和你深入了解 深入发展关系 不管你主动找她 还是她主动找你 她都渴望和你 渐渐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也因此 在日常生活中 她从来都不会拒绝跟你聊天 也不会拒绝跟你单独相处的机会 任何时候 她都在等待你的追求 所以 一个女神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和你分享 给你更多的关心和陪伴 其实就是 她爱你入心了 二 她的心情和碎碎念 会主动和你分享 女神真心喜欢你 期待你来追求 就会主动和你分享 她的心情 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碎碎念 她所经历的事情 所看到的美好 以及很多有趣的东西 都会跟你分享 这样的女神 其实是在暗示你 她渴望和你有更深入的了解 每一次和你分享 都带着她满心的期许 在她心里对你特别信任 也把你当成了最可靠的人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愿意跟你倾诉 她的心情会有意让你溃叹 她的碎碎念 想跟你一起分享 从中体会到 甜蜜的愉悦和浪漫 毕竟 当女人跟你分享她的一切时 在她的内心里 就会涌出很多浪漫的幻想来 朋友赵小姐认识男朋友以后 就迫不及待地 跟她分享自己每天的心情 以及一些小日常 在别人眼里 她是个很高冷的姑娘 很少跟异性聊天 很难接近 但是对于男朋友来说 她却是个热情的姑娘 特别喜欢跟她聊天 每次在分享心情的时候 都有着炙热的表现 她开心的时候 会主动找男朋友聊天 把心里的喜悦分享给她 希望她也能过得开心 当她心情不好的时候 也会跟男朋友诉说 内心的苦闷 希望得到她的安慰和开导 如果哪天出差了 她沿途看到的风景 也会拍下来 然后发给男朋友 希望能和她 有更多的互动 就这样交往一段时间以后 男朋友也明白了她的心思 便主动追求 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所以一个女神经常跟你分享 她的心情 以及日常的碎碎念 其实就是喜欢你 希望你来追求的暗示 男人遇到了就别错过 三 她的感情经历 会有意告诉你 女神真正爱上一个男人以后 她的感情会特别真诚 不会对你有任何隐瞒 一旦她渴望跟你走入爱情 就会把你当成最重要的人 会在感情里毫无保留 因此 她会有意告诉你 她以前有过什么样的感情经历 以及对爱情有什么样的期待 同时 她会从你的反应中去试探你 以此了解两个人 会不会尽快确定关系 一个女人对你没有隐瞒 肯把自己的过往告诉你 其实就是她对你动情了 希望你来追她 男人不要以为 这样的女人很随便 如果她不爱你 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她的过往 真心想跟你在一起的女神 才会如此真诚 会打消你心里所有的顾虑 让你对她有更好的认识 朋友小珍和男朋友 刚交往的时候 就有意把自己的感情经历 说出来了 对男朋友特别真诚 以前小珍相亲过几次 也跟一个男人相处了几个月 但她觉得彼此性格不合 便没有来往了 为此 小珍还主动把男人所有用的钱都归还了 而且送的礼物也退回去了 彩礼也一分不少地退还了 这些事情小珍对男朋友没有隐瞒 而是坦诚地告诉她 表现得非常坦荡 也因此 男朋友觉得她是一个好女孩子 对她更加青睐了 很快就大胆来追她 最终双方成为了甜蜜的一对情侣 所以一个女人敢把自己的感情经历告诉你 无非就是真心想和你走入爱情 希望你明白她的心思以后 能够大胆来追求她 安逸如说 言语是在对的地方 遇见对的神 仰慕惊星 瞬息间鲜花开遍 就像有个女子在桃树下 她不期待能遇见什么 却在抬手间撞见了爱情 真正的喜欢是藏不住的 真正的爱情只会留给对的神 女人若是心里认定了你 便会主动和你分享她的一切 对你充满期待 男人一定要及时读动女人的暗示 以免错失真爱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呢